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心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当我们领圣餐 你必须懂圣餐的意义 你吃主的圣体 同时领受主赐你的医治和平安 你喝主的宝血 领受主应许给你的丰盛的生命 因为生命在血中 不过 圣餐这个课题 允许我用另外一个讲章 更详细的来分解 所以今天 当我们看 这一位血漏的妇人 她的病的医治 她也得作全人的关顾和医治 你呢 不要再做庸庸挤挤挤中的人 而要做那一位来到耶稣 私恩的宝庸建 领受他的医治 他的恩典 他的救恩 他应许给你的永生 还有丰盛的生命 的那一位 但愿赐平安的神 就是那瓶永约之血 使群羊的大牧人 我主耶稣从使你复活的神 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 教你们遵行祂的旨意 又借座耶稣基督 在你们心里行祂所喜悦的事 愿荣耀归给祂 直到永永远远 祝福你 是那一位得作医治 得作丰盛生命的一个基督徒 阿们